一談到重啟核四 前總統馬英九馬上抱怨 住家附近又停電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跟進 強調台灣缺電已經是事實 國外的商會跟國內的企業家 最擔憂的就是台灣缺電 那民進黨再去掩蓋這個事實 再不認真的面對 只會把台灣的經濟搞爛 我的感覺是一樣 政府一直不承認我們缺電 其實我們缺電已經很嚴重 那這樣再掩飾下去 將來根本沒有辦法回頭 我覺得這一點 所以它現在還要再反核 我都不知道它以後怎麼辦 變電所爆炸 雙北地區30萬戶停電 有的到現在還沒有修好 電不夠嘛 海電是減壓減壓減壓 搞得很多設備都有故障了 台北萬隆變電所設備失火引發停電事件 被國民黨說成是發電能源不足 才會停電綠營強力反擊 這次是故障以及起火所造成的事故 那第二點是 其實過去幾次太陽電 都是跟設備跟管理上相關的問題 那第三 關於核四 許多專家也已經表示 如果要重新啟動 也至少要15年才能夠發電 那所以呢 我希望國民黨不要搞錯重點 也不要誤導我們社會大眾 台電搬出數據打臉強調是完全沒有電不夠 降壓造成停電的說法 呼籲外界別位公投進行政治操作誤導民眾 我們稍微來做個前行提要 昨天早上9點42分的時候 台北萬隆的這個變電所爆炸起火了 所以後來導致這個雙北市有30萬戶 是大停電的狀況 那在昨天下午1點07分的時候 就已經通通恢復供電了 好不過這一起這個變電所故障的事件呢 卻被國民黨拿來當作是這個文章來發揮 我來請教一下釋方委員 國民黨這樣子小題大作 借題發揮 朱立倫怎麼講 他說臺灣缺電已經是事實了 你們民進黨再不認真面對 只會把臺灣的經濟搞爛 所以這次的公投也是為了要救臺灣的經濟 好現在國民黨的論述 就是把昨天這個停電的事件 把它連結到現在是不是臺灣缺電 能源不足等等的問題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國民黨的朱主席跟前總統馬英九 真的像驚弓之鳥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真的是萬榮這個變電站起火的時候 我們也嚇一跳 不曉得什麼事情 後來臺電有在馬上的時間裡面出來解釋說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地方絕緣的部分 那個絕緣有溫度過高 然後造成這樣跳電 然後但是跳電的區域 剛好是民進黨所說的這個深藍的區域 新電的選區或者是中永和 所以好多人都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才會造成說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滴溝倒在都把它倒過來 臺電昨天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們的這個這個備轉的容量率 高達三十七點十七 並沒有缺電的這樣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個很簡單的事實 臺灣缺電最嚴重的時候 大概在夏天 大家都在用冷氣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那個工業上面用的電很多 現在冬天冷的半死 我們沒有人家裡面是有暖氣的 很少 所以其實這種狀況之下 包括說中永和或者是景美 那個地區也沒有什麼大的工廠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缺電的危機 我們所謂的缺電危機 有的時候是被講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以前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基礎電力 大概是要核電 然後搭配燃煤火力等等這些 那現在在蔡總統開始主政的時候 希望用多元的方式 因為我們要跟氣候變遷 所有的這些 所有的電力結構要能源穩定 確實能源穩定的過程當中 譬如說我們在新達 要把這個燃煤換成燃氣 然後在桃園的地方 要有三接是接天然氣 在過程當中 確實會有這種配電系統 會有一些比較不穩定的狀況 但是目前為止 我覺得臺電的部分 他的設備是不是老舊 這要檢討 還有說他在處理的時候 是不是馬上能夠就危機上處理 這也需要檢討 所以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很多人檢討下去之後 本來臺電就說 好 那我們停電五分鐘到十五分鐘 那我們就造價賠款 因為臺電有個賠償機制 那剛剛經濟部長王美花提到了 就是說如果有特殊狀況的話 願意專案來處理 也就是說如果在中永和 或是景美地方 這個地方有人是因為受到這個跳電 停電的影響產生比較大 包括他的電力的系統出了問題的話 他會用比較專能的方式來處理 不會像他所說的說 我停電四點多久 結果你給我賠我一塊 我想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也就是說 對於造成大家在生活上的不便 或生活上恐慌的時候 臺電必須要第一時間跳出來 跟人家講說 我做了什麼事 但是大家都知道臺電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在短暫的時間內做了因應 但是如果國民黨把他無限上綱 說跟這邊的廣大有關 你看欠電很嚴重 所以大家要回復 好 我們要重啟核四 這個未免是帝國道菜的以後 也沒有任何科學的數據來證明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要聽清楚 然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如果真的要重啟核四 從現在開始算十五年以上的時間 跟這次的跳電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貴為這個國民黨的朱立倫主席 或者是說這個馬英九總統 你們要說清楚 講明白 為什麼你會把這一次的跳電的部分 就無限的上綱到變成說是臺灣的缺電 然後蔡英文要負責 然後我們大家要支持這個同意 這個核四要重建 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現在的主題 真的差太遠了 是 剛才釋放委員解釋的很清楚 這一次呢 昨天這個萬榮變電所故障 跟這個臺灣有沒有缺電 這完全是兩件事 不過佩芬姐 現在國民黨就是抓住這件事 一直要來操作說 是不是因為臺灣缺電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趕快來支持 重啟核四等等的 就被民進黨罵說 這是移花接木的手法 根本就是一種政治操作 那臺電也跳出來講的 其實現在供電是相當充裕了 電力系統的電壓也是很穩定 那他們認為說特定人士 在這個時候針對公投的議題來做政治操作的意圖 想要誤導民眾 真的是很不恰當 來請教一下佩芬姐 你知道國民黨他的說法 他自己編了一套理論 那像馬英九我上次講 你自己沒出戲 你當初為什麼要封掉核四 那你封的時候 有沒有說我將來要重啟 他並沒有講 是啊 那你今天說 這個又是最好的時機要重啟 那你當初封了就很莫名其妙 如果說有人絕食你就瘋掉 那你自己沒出息 所以今天黃世修說他要開始絕食 到投票為止 那事實上我覺得國民黨這次的藉口 就是說現在天氣那麼涼 還會停電 因為他們覺得把跳電拿來 你知道把它擴大 把跳電講成是缺電 事實上你說停電會不會造成不變 當然會 像我們家那個停電 那個電視就不能看 然後到今天電視還不能恢復正常 那我覺得你經常跳電 因為機器老舊 這是事實 然後這個 而且上次有一次更離譜 就是說那個走路踢到那個椅子去碰到 像這種事情就是要非常小心 這確實要檢討 對 那國民黨今天是逮住這個機會 他說因為天氣那麼涼 你都要停電降壓 就表示說你缺電 但是我是覺得民進黨還有台電 應該要講清楚 因為老百姓沒有那麼大的智慧 昨天的新聞已經講了 老百姓只想怎麼又停電 然後就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 你是給他一個造謠的機會 你知道就是說他亂編故事也好 什麼也好 你就被他逮到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要講清楚 我覺得台電今天真的要講清楚 你為什麼有這些 然後你是不是有一套計畫 把這些老舊的東西 要把它重新慢慢慢慢 把它太舊換新 因為你老停電 還記不記得上次停電 那個全省很恐怖 所以現在還把它牽涉到對岸 如果老公來的話 把你的那個發電艙打掉 你就完蛋之類的 我覺得會讓民心會恐慌 我覺得台電真的要講清楚 這種東西不是一般這個 你知道他們就是說 今天用這種藉口 老百姓有的會親進去 那有比較聰明的 就是說你鬼扯蛋 可是問題是絕大多數的老百姓 不會有那麼高的智慧去了解 對 有些人如果他沒有認真的 沒有多餘的時間好好瞭解這些事情 可能真的會被國民黨這樣 地割到蔡德風向就帶走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黃律師 像國民黨這樣子 地割到蔡德 明明就是變電所故障的事情 把它講成是台灣缺電 這樣可以嗎 非常荒謬 就是說剛剛看到 不管是馬英九或者朱立倫 他們的知識水準其實都不會太差 正常來講的判斷 當一個跳電發生的時候 他的你要去知道 他的原因是什麼 台電馬上就說明 就是變電所這個著火爆炸 所以跳電 他跟缺電沒有關係 那他們硬扣進缺電之後 說要四個都同意 那四個都同意 他至少有一個邏輯上的矛盾 那你對於三接 三接是讓北部供電穩定 那你應該要支持 如果你說真的缺電的話 你應該要支持三接 那在這邊自己邏輯上的一個矛盾 我覺得國民黨昨天的這個 一個大活動 他難以掩飾說 他其實有些心中上的 心理上面的一個障礙 為什麼 重啟核四這件事情 多數民意現在已經不支持 那多數民意不支持 他還是無法克服 看昨天大家都跑去問侯友宜市長 他最大的諸侯 為什麼你沒有去參加 他說我有市政要忙 他跟市民站在一起 其實主要幾個 可能都被列明說是戰犯的 包括了他的這個宜蘭 宜蘭縣的縣長林志廟 他也講得很清楚 所以國民黨 苗栗也講啦 大的活動 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礙 是說我要四個同意 但是我裡面就遇到 我的大諸侯 包括徐耀昌 然後盧秀燕也沒有去 我覺得盧秀燕 他的講法是很取巧說 他向民進黨議員說 我就是你的對照組 可是他不講說 我支持重啟核四 他只是說 我不贊成核四 幹在台中 然後其他不講 其他不講 所以你看到 昨天的國民黨大活動 馬英九朱立倫登高一呼 結果他最大的幾個首長 都沒來 這個情況 他的心理上的興趣 剛好遇到停電太好了 我覺得他這種情況 其實你說是 見縫插針也好 其實或者是轉移焦電好 其實我比較認為說是 趁火打結 你的知識水準 絕對不會知道說 這個這個跳電 這個變電箱 著火造成這一次的跳電 跟缺電完全沒關係 跟重啟核四距離更遠 但是你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連結 我認為就是政治上的不道德 而且有愧於他的專業知識 是 這真的有一點涉及到 這種宣傳澳播的行為 國民黨這樣子 故意想要把昨天停電的事情 操作成重啟核四 希望民眾都要投一些 四個同意等等的 不過我們看到 昨天剛才其實律師有講到 昨天朱立倫辦了一場 很大場的公投大遊行 可是國民黨的地方諸侯呢 新北市長侯友宜沒有去 好 這個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沒有去 因為大家只要面對到 重啟核四這個問題 大家面面相去 都不敢直接說啦 那這個禮拜六 公投馬上就要登場了 國民黨真的最近很常 拋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 像是這兩天在網路上 大家討論很熱烈的 就是國民黨這個 台南市的議員謝龍介 他在宣講的時候 說他曾經聽過啦 什麼吃萊豬 會影響到生育能力等等 這類的論述 到底謝龍介講的話 有沒有依據 還是只是要嚇唬民眾而已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一起來了解